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在上一集里面我们谈到了需要和想要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谈谈该要和能要 这是师傅在今年所发起的 我为你祝福里面所谓的四要四感和四福 这几个活动里面之一 我们请师傅继续来为我们分析 他为什么要提出四要 那么该要和能要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师傅您好 师傅上次我们谈了需要和想要 那您说还要再分清楚该要和能要 是不是首先就该要和能要这两点 请师傅为我们开始一下 想要的 如果要得到 而是能要的 而是该要的 而不一定为自己要 那虽然也是讲想要 那还是可以要 我为社会大众要 我为全人类要 我为这个时代的环境要 这个对我来讲是想要 对这个社会环境来讲需要 社会环境需要 比如说我们要提倡环保 提倡环保 这是我们想要 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成怎么怎么怎么 这是对我来讲是想要 对整个环境来讲是需要 对未来的环境来讲也是需要 这想要 并且是大众的需要 未来的社会的需要 那么这一个呢 下面就要记得能要 好在是该要 有许多的人是不切实际的 自己的能力不够 自己的环境的因缘不能配合 那就是老子在做梦 想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曾经来有一个朋友 给我许了一个愿 当时因为我很喜欢看书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将来要开一个大树垫 出版的书 以及人家来给我的书 这个销售的书 我每一本都送给你一本 这是一种狂想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一定要开了一个大树垫 才能够一本一本的书给我 为什么不说将来办一个图书馆 不是更好吗 将来自己有了钱 要办个图书馆不是更好吗 但是呢 为了我一个人 他要开一个图书馆 应该范围更大一点 不是为我 而为许多的人 这个预愿可以的 问题是他做得到做不到 自己又不读书 自己也不赚钱 就在那儿梦想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位答应我要替我做图书馆的那个人 现在他自己什么也没有 那这种就是梦想 那见到我 他也老了 见到我的时候 对不起你 当时我答应给你一个图书馆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 我说我现在我有图书馆 你到我的图书馆来 那么这个就是梦想 梦想不是坏事 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一个是呢 自己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个 没有这个能力 要想培养这个能力 能力不够要培养 还有呢 能力不够培养 培养得起来吗 有的人根本不是不熟人 他一定要说 我将来要做教授给你看 这是乱讲嘛 直接读书都不想读 也根本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子 你只要做当教授给你看 这是我的狂话 这是教不道的 还要是说 将来我要去老婆的话 一定要去一个 这个百万富翁 或者亿万富翁的千金 凭什么 要去这么一个老婆 你怎么取得到的 凭什么 那你一定要付出怎么样的努力 付出怎么样的努力 不一定取得到 这种 这叫做不能要的事情 他还在想要 还有呢 要了以后你会犯法 可以要强吗 这个那就是该要不该要了变成的 不能要的 不可以要的 直接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呢 一定要要到时候不可 那就是 就是犯法了 这个女人不应该让你要的 你非要他不可 结果你抢了 或者你强暴了 那钱不应该移的 那你怎么办 你抢银行去了 绑票了 这个就是变成 不能要的人 非要不可 就变成要到这不该要的东西 那不该要的东西 你还能要吗 那当然不能要 一要了以后怎么样 有的人说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绑票 我到大陆的时候 有大陆里 有位居士告诉我 他说我们现在大陆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他说人或者市场 毫无因应 不如去干一票 干一票吃一倍 那如果倒霉破案了 反正这个人活都没有因应 死掉了也没关系 因此呢 在大陆 这犯犯罪的人 越来越多 在观念上有问题 那就是要到底是什么 要到底不该要的东西 他们去要 不能要的他们要 不该要的他们要 结果他们犯罚 那这个呢 自己倒霉 人家也倒霉 那这个世界上是完 永无宁日 永无宁日 所以师父说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不少 需要的才要 想要的不重要 师父能不能再把这 完整地告诉我们 你刚才讲的那种 没错 下面呢 能要的 该要的 才要 不能要 不该要的 绝对不要 是 谢谢师父 开始 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 紧记这四句话 分清楚 什么是需要 想要 什么是该要 能要 我想呢 这样可以减少不少烦恼 又带给你 比较多的快乐 也请你在下一集 继续一起跟我们 分享 魔法的智慧